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同学我们就开始上课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一个主题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那我们讲过这门课的重点是条件期望值 这个我们上礼拜讲的 好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主题 所谓的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你将来会收集到一些资料 那当下这个资料的特点在于 你的Y代表的是Response 某种的Response它是连续的 你的Y是连续的 比方说你的身高体重 最常见的例子 血压收入这样的type 比较适合用连续的随机变数来描述 那你会有一个解释变数 我们这里的Simple Simple的意思是 目前只考虑一个解释变数 所以这个Xi就是一个变量 某一个变量 那将来这个课程会延伸到 多个解释变数的 那到时候我们再做适当的延伸 那这里我们先从Simple开始 所以你当然当下你的目标 你的研究的目标 就是这个条件期望值 我想要知道的是 在不同的X的特定状况之下 所对应的Y的平均行为 平均行为 我们讲过我们不是对特定的 某个人的数值感兴趣 我要了解的是 那个子群体Subpopulation 它的Average的行为 那这个东西很明显的 它是一个X的函数 对不对 不同的X会对应到 不同的平均数 同意吗 你给我一个X 我给你一个 对应那个X的 子群体的平均行为 体重在60公斤的时候 平均身高是多少 70公斤的时候 平均身高是多少 所以你给我一个体重 我就给你一个平均的身高行为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 X的函数 大概可以这样想象 它是一个X函数 我希望能知道这个函数 长什么样子 我希望知道它 那我知道它之后 第一个我最简单的就是 我希望能做视觉化的呈现 我在图形上画得出来 我就知道说到底这个X 怎么样去影响它的变动的趋势 那更进一步我希望知道 X的变动到底是怎么样影响 这个函数的变化 变化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解释的意义不要忘 它是条件期望值 那基本上所谓的期望值 就是涉及到平均数的概念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 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给你一个资料的时候 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 我要怎么样去知道 不同的X 所对应的Y的平均行为是多少 这个问题就这样 当你拿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看到资料 我有一个目标 当然我现在用的是统计的语言 但是将来你如果有机会 做统计咨询的时候 那个医生 那个某个人问你的事 那这群人的平均行为是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算这个事情 或者说这样的问题 我在做资料分析的第一步 会是什么 拿到这种资料的时候 同学拿到资料的时候 我们最通常统计学家 会做的一些 分析的步骤 是从什么地方开始 画图 画什么图 上个礼拜讲过散步图 对不对 散步图是指 两个变相对应的比较有关系 我们上礼拜讲的是直方图 Histogram 对不对 描述一个变数的行为 对应Histogram就是BoxPlot 涉及到Median 你的Quantile 甚至你去算它的Min 跟它的Variance 了解这个资料的中心 还有资料的散步的程度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 基本上在问的是这个 X跟Y的相关性 透过这个条件的期望值 来描述它们的相关性 所以我们在描述相关性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生酮医学的 相关系数 那相关系数 呈现这个相关性的一个 最好的方法就是画散步图 Scated Plot 所以至少我们在视觉上 视觉上的呈现可以做到三维了 那白板上我们就画二维 那一个解释变数 一个Y 所以你 当你拿到资料的时候 你就把它画 假设我们今天画出来 长得像这样 假设在这个问题里面 你的资料包含四种 这个X的数值 比方说体重 50 60 70 80 假设就这四种人 然后它们就有它对应的身高 那我就可以画一个Scated Plot 资料呈现就这样 这是最原始的 最 没有任何的这个 人为的这个 额外的知识放进去的 我就是呈现一个资料原始 样貌给你看 那同学下一个问题是 根据这个图 请问你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你看到资料 资料长这样 那怎么样回答 条件期望值的问题 请问你在 在X等于小X1的时候 Y的平均行为是多少 要怎么算 可不可以算 对吗可以哦怎么算 什么东西加起来注意 对应这个X的这些Y 去算一个平均数码 它就是在算这个嘛 我们讲的是平均行为嘛 所以这个的意思在这里 就好像中间有一个红色的点 这个点代表的是什么 Y的平均行为 在X等于小小的X1之上嘛 对不对 我就可以算这件事情嘛 你一定可以做 这个小学的数学就做得到 对不对 也不用什么太复杂的 跟统计也无关 很直观就这么做 所以同样的 每一个X我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嘛 同意嘛 至少在现在这个X1 2 3 4 所以 我们都可以去算 这个子群体的平均数 子群体的平均数 那它基本上就已经在回答问题了 对不对 我们讲过我们的标的是这个嘛 是这个 不同的X之下的Y的平均行为 所以现在这个图形上的 那些红色的点点啊 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嘛 这样同意吗 这个红点就是问题的答案 对不对 怎么样 觉得太简单是吗 是不是 是不是 为什么不是 认为不适合举手 那就全部都认为是啦 是嘛 对不对 那这样我们还要学什么 就结束了 到此结束 这样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就这样 所以代表这个 有某种程度的 实际的资料来会有一些问题嘛 对不对 这样没有错 我先强调这样没有错 这样做绝对没有错 而且也就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不需要任何模式的假设 永远是对的 那这样会遇到什么问题 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其他是什么 什么叫其他的 其他的x预测不到 是不是 比方说 那如果 雅兹这边有一个x5呢 他所对应的这个 期望值是多少 这个是多少 是多少 是多少 这样就没办法回答了 对不对 所以代表说 资料的呈现 对这个问题可以做 但是会有他的限制 限制在于什么 你要能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在那个x上你要有资料嘛 同意嘛 你将来给我一个x 那我请问你x等于x5的时候如果你没有data的时候 那我就 做不下去了 是不是 至少现在这个方法这个最最简单的方法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 同学 那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的目的是 这个 任何的x我都希望知道他的行为是多少 这是我研究的目的 那我将来的 我搜集到的资料 很有可能 而且很大的可能 在你将来感兴趣的那个数值 这个x 不见得会碰到 甚至基本上就是从机率上来说是0 这个横轴这么广 资料怎么样撒下去 你将来特定想要看的某个特定的数值 正好命中他的机会其实 微乎其微 这样 那怎么办 接下来可以怎么做 我还是想要知道这个 在这个图上我还是想要知道这个 其实现在这个资料的呈现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个相当简化的资料的格式 是因为 看起来 看起来 那个资料就散布在四种x上面嘛 对不对 但实际上你搜集到的资料 也没有人告诉你x一定只能有这四种 所以基本上你们比较常看到的 算是你们生酮1 应该有做过这样的图对不对 有没有画过散布图 有 有画过散布图然后算相关系数是吗 那你们看到应该就是一个比较 散布的形式 我先画一个比较general的 也许你 大部分的状况你看到的资料 也许像这样 你看到的资料比较有可能看呈现的方式是这种形式 那这种形式的时候 刚刚那件事情 做不做得到 X1 请问你在X1之下 的 平均的Y的行为 要怎么算 直线上来讲是对不到任何资料 但其实它附近有一些点 对不对 所以 一个很 你们各位一定用过的技巧就是 把资料做某种的分群 我们做 我们画那个Histogram的时候 应该做过吧 同学一定画过脂肪图 我们把那个横轴 去切 切等份 然后那个等份就当同一群吗 所以我还是可以做某种程度上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假设我把资料做分群 以这个带状为分群 然后这个区间的 资料我就算一个平均数了 这个区间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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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吗 这也是一种做法 这也是一种做法 所以其实我们要这样做可以但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就算这样做其实可能也不是这么满意 就是说 这样标点就是把资料分群到底 多宽是宽 多载是载 其实有很多人为决定的因素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 好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好所以同样的 刚刚那个资料 我还是想要问你 在红色的 在红色的x5之下 的 平均数应该是多少 我们不要管刚刚那个分群的方法 就根据这样的话 我们的猜测会是什么 直觉上来讲该怎么做 连起来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 这个 这个应该叫内插法是不是 高中 可能是高中数学有学过 是吗 是吗 是叫内插吗 好连起来 好连起来 那为什么是连起来 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连起来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已经有人为的知识介入了 就是说谁告诉你x2跟x3之间的关系一定是线性过去的 可不可以这样长 假设 真正的关系长这样 可不可以 可以吗 那这样做就是错的 所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诉你 当你用点跟点做这个连线 我们以前做这个内插法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人为知识的介入 那这个就不知道是不是对了 统计学家就是根据资料说我的资料只有这样子 所以这样讲的话直接连也有可能 过来突然有一个很陡的变化再上来也有可能 但是没有资料我就不知道正确 但是你如果要这么走的话你就必须承认说我假设他们之间是一个 线性的关系 这是assumption 假设 assumption 在专业一点数也就是建模型modeling 所以这就是某种程度的modeling 好所以 不做任何假设 就是你的资料在这里你的问题在这里 用最传统的方法去做的时候已经面临到这个极限 我们必须做某种的modeling 那所谓的modeling的概念基本上在这门课里面 就是对 这个我感兴趣的量做模式的建立 我写一个m就是我要去做模型 建模型 我希望知道他大概长什么样子 然后透过一些数学和统计的工具 建模型 建模型 的意思就是我们这门课考虑的是线性模型 线性模型 Linear model 这个字 Linear model 那所谓的Linear model的意思就是 我假设这个 根据这个X的变动所对应的这个 条件期望值的变化是一条线 是一条线 所以图形上的呈现就好像是 这样子 假设有这么一个关系是存在 再画的好一点 我承认一个Linear的model 那所谓Linear model Linear model的意思就是 基本上在 一个变数的情况之下我们决定一条线需要知道什么东西 截距 斜律 对不对 所以 我承认 我建模型 它长得像是一个截距加上斜律的 行为 所以就是你的假设我的等号写一个m都不带都是做 人为的知识介入 就是建模型的 一个过程 没有人告诉你这部是对的 我没有说它一定对 我只是说我 尝试用这个方式来解释模型 所以你可以问我那你为什么想要用线性模型来做 为什么 大概最大的好处在于线性模型的数学推导容易 好做好处理 太复杂的 我们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怎么回事 但线性至少线性我可以弄个明白 那当然如果你的资料那就涉及到 为什么这个线性是线性 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刚刚举的例子是 到这边就 就下来 对不对 这个就不是线性 这就不是线性 所以在做模型 这涉及到模型怎么做 这其实是同气学里面 最难的一件事情 模型给下去之后后面的推论都相当容易 最难的就是这个模型为什么要这样设 你将来 学完这些方法你去实际上去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很多人大家忽略这一点但其实最难的就是建模这一步 那建模型 我们有什么 鲜艳的一些知识或是有没有什么讯息可以帮助我建模型 在你看到资料的呈现到建模型之间是有一个 gap 所谓的资料呈现就是黑色的叉叉 资料呈现是永远是对的 并没有模型的介入对不对 黑色的叉叉红色的线是我承认的 那为什么我会 用红色的线尝试来解释黑色的叉叉 你不会今天睡起来就是我们今天就来这样做 不会嘛你要有一些 东西来辅助我 那所谓的辅助 最简单的辅助就是画图 画散布图 至少在这个资料我看到 这个群体的平均就像刚刚我们在画那个红色点钉 这个红色点钉的变化好像随着 X的增加 有一个增长的趋势而且那个增长的趋势 还蛮向线性的 我没有说它一定是 我只是还蛮向线性的 至少这一步不能错 如果今天你的资料 长的 资料画出来长得像是这样 假设今天你的散布图画出来像这样 那很明显就不是线性嘛 对不对 又上又下又上又下 很明显不是线性那就代表 请你不要做线性模型 或是说请你做一些适当的转换 做一些比较 在Advanced的一些分析 代表这个东西做不来 那现在我们不探讨这个问题 我现在就假设 资料的呈现跟线性模型有某种程度的契合 就是我用红线 来解释黑色的叉叉好像不会 有太违背 代表我的模型 这一步 借模型的这个关这一步骤 我不是说它对啦 就是说至少不会错的太离谱 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 开始继续接下来的分析 那可以吗 建模型 那当然建模型的好处就是 一旦这个模型建下去之后 我本来是要估计 一条曲线 这个曲线有 无穷多个未知数 每一个X对应的一个平行数我都不知道 但是建了模型之后 未知数就剩下 拮据 和斜率嘛 所以建模型的最大优势在于我的 问题的精简化 那一旦 将来我透过一些方法知道拮据跟斜率之后 这条线我就画得出来 对不对 视觉上可以呈现嘛 这最大好处 第一个这个线我就很明显的告诉你 不同的X给我所对应的期望值应该是怎么样 根据这个线是这样走的 再来 刚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你随便给我一个资料没有存在的X5 我也可以对应到它相对应的 猜测的 估计的 的数值 同意吗 好 所以建模型的好处 当然建模型不是万能的 建模型的缺点就在于 这个模型 不见得是对的 建模型是要承担风险 所谓的风险在于模型对不对 不知道 所以有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模型建的好还是不好 那就是 我们后面会再教 好所以开始进入建模型的阶段 好 所以我的资料 你的资料XY N个资料点 我希望估计的是条件期望值 然后传统的方法做不动 然后我希望透过建模的方式来帮助我回答问题 好建模型 好 那這模型的第一步 我們剛剛講你畫了線之後你會發現 基本上 這個點數n 資料的個數 如果只有兩個點的話 永遠就只有一條線 通過所有的點 那當然你的資料不會只有2 所以資料點數一旦超過2的時候 你就不可能用一條直線 通過所有的資料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當你的模型 承認它存在 模型跟資料會有一個差距 模型跟資料會有一個差距 這就是統計跟數學的最大的不一樣 數學講求是完全的一對一這種精確的關係 統計承認有差距 差距就是誤差 誤差 所以這個誤差怎麼來描述它 就是說你的 模式漸下去之後 模型所描述的那個 點 剛剛的點就在這裡 這個代表的是 那這個東西有一個差距嘛對不對 資料跟模型是有一個gap存在的 所以 我的模型就嘗試去描述這些現象 那我要建什麼模型呢 建模型的第一步 我承認 每一個資料點 的response 都有這樣的關係式 就是說在每一個 解釋變數x給定之下 你所看到的這個response y 它所反應的事情是兩個東西的綜合 一個是 條件期望值 這是決定好的 另外一個是 誤差 Epson 這兩個東西再加起來 造成了你所看到的response 這是我嘗試去描述這個資料的現象 那當然這邊還不到什麼建模型 真正的建模型是第二個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對條件期望值 做線性模型 線性模型 這是我承認的第一件事情 有人為的知識介入了 我承認 我想要 看的這個標的 跟解釋變數的關係是一個線性的 Linear的 那 那個誤差要怎麼描述 這個誤差我們剛剛講的是資料跟模型的差距 很明顯的這個東西 是一個會變來變去的量 為什麼要變來變去 就像我剛剛畫的資料 同一個X之上 你可能會看到不同的Y 對不對 這什麼意思 代表說就算我今天固定60公斤的體重的人 身高也不見得都是160 可能165 可能157 有高有低 在同一個X之下 就算我固定解釋變數 我看到的 我去搜集到的資料的Y 都會有一些variation存在 代表你的這個誤差項 是有隨機性存在的 所以我們要去描述這個隨機性 第三步 我承認這個誤差 來自於常態分佈 平均數是0 描述這個誤差的這個變動的幅度是一個Sigma平方 可以嗎 可以嗎 好這就是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背後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第一個我承認Response跟解釋變數的關係 等於你一個條件期望值加上也誤差小 所以這個是Deterministic 決定的它沒有隨機性的 這是隨機性的 所有的統計模型大概都可以分成兩部分 隨機的部分跟非隨機的部分 我們關心的是哪一個啊 我們關心的是那個決定的部分 但是我們要處理的是非隨機的 隨機的我們關心的是這個 但是有誤差存在 統計學就是在處理這個 怎麼樣把這個誤差拿掉 然後只看到這個我真正關心的這個 隱藏在資料裡面的那個Pattern 好那建模型第一個就是 Linear Relationship 第二個是常態分佈的模式建立 那當然這個某種程度上也是假設了 沒有人告訴你誤差一定是來自於常態分佈 所以這些都是假設 統計學是在一些假設之下 然後你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那些假設當然是越弱越好 假設太強代表你的結論就比較局限 所以一旦你模型建下去之後 你建了模型之後 接下來的統計推論的重點就在於 在於什麼 在於我怎麼樣去知道那些模型裡面的參數 一旦模型裡面那些未知的參數知道了 那整個模型我就清楚 我就可以開始做統計推論 所以這個模型裡面什麼是不知道的 拮据斜率不知道嘛對不對 然後描述誤差的程度的這個Sigma平方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在這個模型之下我需要估計的參數 拮据斜率Sigma平方 那接下來的目標就是 你怎麼樣根據你收集到的資料 去把這些參數的數值猜出來 可以嗎 這邊是看得到的 源頭是這個資料我看得到 然後這是我的標的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看不到我就是要估計它嘛 所以這邊都是想像的 所以怎麼樣讓它實現 請你根據資料 找出適當的參數數值是多少 那這就是所謂統計的估計啊 就是估計 參數的估計 一旦做模式之後 下一步就是做參數的估計 可以嗎 這樣可以沒有問題 好那在做參數的估計之前 其實有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 就是說 這些參數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任何模型都會有對應任何的參數 你在做估計之前 模型見好到參數估計之間 還有一件事情必須要先完成 就是我們要先了解 這些參數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為什麼參數的意義這麼重要 理由是將來你要回答問題的時候 任何實際的問題 怎麼樣透過統計模型來幫我們回答 就在於你怎麼樣把實際的問題 轉換成參數的估計或是檢定 好再說一次 實際的問題對應到統計模型裡面 怎麼樣讓它對應到 某些參數的估計和檢定的問題 因為一旦到估計檢定 就是我們生統醫學過的那些技巧 對不對 我們有做過檢定 有做過估計 會有一個p-value 會有信賴區間 這些東西都是對參數做的對不對 信賴區間是對你的平均數做的 你在檢定的時候某個參數 你的mu會不會是等於mu0 會有一個p-value 所以任何統計到最後的結論 要嘛就是給你信賴區間 要嘛就是給你p-value 那這些東西都是對某個模型裡面的參數去執行 那這個參數到底跟你實際的問題有什麼關係 你必須要知道參數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先來解釋一下這些參數到底的行為是什麼 好可憐 好可憐 吧 好可憐 好可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當你x是0的時候 不存在的時候 就沒有這一項 你的x沒有效果的時候 的平均行為 透過劫具來描述 這件事情不見得 在實際上有一個解釋 不見得 從模型的角度上來說 他在描述的是 解釋變數不存在的時候 比方說身高跟體重 身高跟體重的時候 我也可以建一個線心模型 對不對 你會說體重是0的時候代表什麼意思嗎 不會嘛 但是數學是存在的 我可以有這樣的數學 它是一個解釋變成不存在的平均行為 所以這個東西不見得有太多實質的解釋 通常結句 我們會放 但是那是一個建模型的技巧 那比較有意思的是那個斜率 大概寫一下 你X不存在的時候的平均行為 那β1代表什麼 同學β1代表什麼 β1在描述什麼 假設根據我們 最簡單的例子 X是體重Y是身高的話 那β1代表什麼 這是從斜率的解釋嘛 體重增加一單位 身高會增加 β1單位 對不對 是嗎是這樣解釋嗎 60公斤到61公斤的時候 那些人的體重一定都增加β1嗎 身高 平均而言 所以你要知道我們的參數一定是在 In Average的解釋 我不是告訴你每一個人 體重增加1公斤的時候就會有另外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的身高一定是那個 我不是在講每一個人的實際的Y 我們在描述的是期望上的行為 當你的解釋變數增加一單位的時候 期望上 或是平均上 In Average 你要記住我們都在對那個條件期望值 做描述 所以參數的解釋一定是在那個條件期望值上 這兩個 好所以從圖形上來看 好這個模型 從圖形上來看 代表 我承認有一條線 在這裡 這是在描述Y Y等於X的期望值 然後它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然後它是一個線性的關係 這是現在這兩件事情 貝塔0跟貝塔1在決定的 平均行為 那Epson在描述什麼 Epson我們承認它來自於一個常態分布 平均行數是0 有一個Sigma平方 這件事情在描述什麼 這個圖形在描述的是期望值的變化 期望值的變化 但是資料不會照著期望值走 不會完全照著它走 但是我說 趨勢上應該要照著它走 對不對 趨勢上 所以假設我今天看到一個X1在這裡 那假設我有辦法在這個X1之上去做很多次的抽樣 假設體重50公斤的人我就看 你50他50他又50 我就看這些體重50公斤的人 他所對應的身高是多少 然後我就把它畫出來 就像我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畫出來就會是 類似這樣可能有高有低 對不對 有高一點有高一點 有比平均數高也有比平均數低 這是命嗎 剛剛那個例子 這樣可以 接受 所以那個Epson在描述什麼 那個Epson就在描述 當你看到固定X1的時候 你的Y是以這個紅點 為中心 做一個上下的一個震盪 而這個震盪是服從常態分布 同意嗎 就這件事情 因為我的模型再看一下 我的模型 在描述的是Y 等於 條件期望值加上 誤差嘛對不對 這個加的意思就是 加一點 因為Epson可正可負嘛 所以有的時候上有的時候下 但是這個上上下下不是隨便上上下下 我承認它來自於一個常態分布 常態分布的意思就是我是以命為中心 如果今天你的資料量抽的夠多的話 假設你有辦法在這邊做很多次抽樣 你把這些XX 畫一個Histogram 畫一個長條圖 它就會長得像是 一個 長態分布 可以嗎 這個畫不是 這個應該是往你們這個方向伸展出來的一個圖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你把這些XX 畫成Histogram的時候 它會長得像這樣 因為這個圖形是一個bell shape 因為長態分布 然後 這個震盪的幅度 就由Sigma平方來 描述 資料震盪的程度 所以同樣的 如果今天你在這個X2 你同樣也可以抽樣很多資料的時候 在X2之下那些Y 會以這個紅點為中心 做上上下下的震動 然後這些上上下下的震動會形成一個 常態分布 然後震盪的幅度 由Sigma平方來描述 可以嗎 你固定X之後你所抽樣的那些Y 它會服從一個常態分布 所以它的min 就是這個紅點 然後散布的程度 由Sigma平方和常態分配來描述 這樣這個模型就完整了 我的決定性的紅線是決定的 然後Variation的部分我也透過常態分配來描述 所以這個Sigma平方基本上在描述什麼 簡單講就是模式所不能解釋的部分 我用模型去解釋資料我要解釋的是 這個紅色的線 它們變化的那個趨勢 平均行為的變化趨勢 但是資料是以平均行為為中心 做上上下下的震動 這是模型無能為力的地方 我透過一個Sigma平方來描述它的幅度 所以當然好的資料 好的資料我希望Sigma平方越小越好對不對 代表我的資料幅度 我畫個圖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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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呈現一下 什麼叫做好的資料 什麼叫做不好的資料 資料的好愛通常你沒辦法改變了 通常你就已經拿到資料 你也沒辦法再去做額外的事情 所以資料來怎麼樣就怎麼樣決定了 那好的資料 比方說他們在做問卷的時候比較仔細啊 在key in的時候 請比較專業的人來打字 在問問題的時候 問的是比較專業 問的比較精準 記錄比較詳細的時候 資料的variation就比較小 資料的variation比較小的意思就是 資料離模式的那個variation 越小越好 代表我越容易去把這個線的那個pattern 看清楚 那同樣如果資料太差 就類似這個感覺 以平均線而言 這個震盪的幅度太大 代表這個模式 能解釋的那個幅度 程度是 相較於這個variation是有限的 可以嗎 所以Sigma平方在描述的是資料所不能解釋的部分 那從圖形上 從圖形上就是這個意思 那個資料散佈的部分 好 好 那這個模型還有一個性質 這個模型其實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模型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描述那個資料所不能解釋的那個幅度的時候 我都只用一個Sigma平方在描述對不對 同一個Sigma平方 跟X無關 這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 不論你的X 看在哪裡 這個變動的幅度都是一致的 可以嗎 同一個Sigma平方嘛 簡單說就是你的Variation 不會受到X的影響 我的這個Variation的幅度都一樣 這件事情對不對 假設是假設 所以不見得是對的 那它是不是一個好的假設 我們有沒有什麼時候遇過 一個東西 它的平均數越大的時候 它的變異數也越來越大 不是技術 我在問的是生酮醫學的一個 一個什麼樣的分佈之下有一個這樣的特性 你學過那個 我們學的布阿松 法頌對不對 法頌的命跟Fariance是一樣的嘛 記不記得 李老師有教嗎 有沒有 在法頌分佈的時候期望值跟Fariance是同一個參數都是爛筆對不對 這什麼意思代表說你的命越大的時候資料的Variation也越大 同意嗎 這是一個分配的性質 我沒有說它一定是對的 但是我說是有可能有這種現象 那這裡在假設的是不論你的命怎麼變動 Fariance都是同一個 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假設 事後是需要檢查的 我們是有一些檢查的方法 如果不對的話代表你的估計可以再做得更好 你的統計推論可以做得更好 但我們這門課先不探討這個 我們就假設 這個Variation的部分不會隨著X的變動而變動 所以這個 Sigma平方 跟 X是無關的 我寫這就是 某種獨立的意思 正交啦 就代表跟它獨立無關 這個Sigma平方跟這個解釋變數無關 不論你的X看在哪裡 不論你的身高 不論你的 我剛剛舉什麼例子 體重 不論你的體重看在哪幾公斤 身高那個量的不準的Variation都一樣 我們是做這個假設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假設這麼一個簡化的模型之下 我們來學習 怎麼樣做接下來的統計推論 那後面 看狀況我們就會再講說如果這些假設不對的話你還可以怎麼做 但是我們先從簡單的先做起 我們先休息一下 同學我們就開始上課 那剛剛講到這個模型的建立 那模型建立完之後呢 我們了解了參數的意義 就每一個參數它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那接下來 我們稍微講一個比較重要的議題 就在於說這個Sigma平方到底來自於何處 我們剛剛講過Sigma平方在描述的是這個模型所不能解釋的部分 簡單講就是你的模型定下來之後 資料跟模型的那個差距的那個 震動的幅度 它到底來自於哪裡 就是統計的這個模型 隨機性來自於哪裡 那基本上我把它分為這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最常見的所謂的 量測無差 同一個東西我量個幾次可能也得出來數字 或是不同的人去量同一個東西可能得到的數字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 這就不太多做解釋 量測誤差 第二個 比較常見的幾個原因是2跟3 那第二個原因來自於 那個重要的解釋變數你沒有收集到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只講一個解釋變數 那將來會 收集 將來會把這個方法推廣到更多的解釋變數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 先假設 假設這個解釋變數有兩個 然後你只收集到一個 好類似這樣的狀況 為什麼會讓你的 variation 增加 我舉一個例子給各位看一下 嗯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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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資料 就是體重跟身高 X代表體重 Y代表身高 那我就把資料這樣灑下去 那同時我的資料還呈現了兩種顏色 那我們可以想像假設 紅色代表女生 藍色代表男生 就是有另外一個變數在描述性別 描述性別 所以如果今天 假設今天我知道性別的因素存在的情況之下 意思是說男生的體重跟身高的關係 就用男生的模型去解釋 女生的體重跟身高的關係 就用女生的模型去解釋 那這個時候 男生所得到的模型 期望上應該是 這條線 如果我只解釋藍色的資料點的時候 就是藍色的回歸線 那如果你只解釋紅色的話 就是紅色的資料線 這樣同意嗎 假設資料有一個變數我知道 那男生做男生的 女生做女生的 那在這樣的資料 跟這樣子分別做模型的情況之下 藍色的回歸模型的Sigma平方 在哪裡 在這個幅度嘛對不對 資料跟模型的這個variation的程度嘛 所以這個是 Sigma平方 我下標寫一個大M 代表的是男生的模型的 測不準的部分 那同樣的女生也有一個 在這裡 這個幅度 透過Sigma平方 從女生的Sigma平方來描述 這樣可以嗎 根據我們剛剛對參數的描述 我知道這個Sigma平方在描述的 就是資料對線的這個 震動的幅度嘛 那 下一步 假設我今天不知道性別的時候 我的資料只有身高跟體重 意思是這個顏色不存在 顏色不存在的時候 我能去做的回歸的線 就是變黑色的了 對不對 對這一群資料 你把那個顏色忽略 純粹看這些XX的時候 應該比較好的解釋的模型 是黑色的線嘛 這個同意嗎 但是如果在黑色的線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資料的那個震盪的幅度就增加了對不對 是這麼大嘛 所以這個幅度在這裡 這個是Sigma平方的 好 所以這個 例子告訴我們什麼 重要的解釋變數 你沒有收集到的時候 你的回歸線 能解釋的幅度就變得比較少 因為我們那個Sigma平方在描述的是 模式做不到的部分 所以模式本來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有性別的話 它可以把性別的部分解釋掉 但是你的資料如果沒有性別的時候 這個性別所能解釋的部分 就變得是不能解釋 而這一部分就歸到那個Sigma平方去 合在一起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 Sigma平方會變大 你重要的解釋變數沒有收集到 所以任何的研究 最開始那個資料收集的階段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解釋變數都要放進來 你的模型才有可能做得好 好 第二個 好 第三個 模式的指定錯誤 這個也會造成你的Variation變大 我一樣舉一個例子 我一樣舉一個例子 好 這個例子 假設你的資料 你畫散布圖就長這樣的話 很明顯的 它背後有一條回歸線 這個回歸線非線性 它大概是 你可以這樣想像 對不對 這條線是我的真正的標的 實際上的那個 觸的真實的關係性 我們當然不會教非線性模型 我只是讓你了解 那如果這個紅色的線 是正確的時候 在這個模型裡面 模型所不能解釋的那個幅度是多少 就這麼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模型 在這樣子的關係性之下 本身的那個期望的幅度其實蠻小的 就這麼一點點 那但是 假如你今天去 FIT一個Linear Regression Model的時候 你得出來的回歸線是 這樣 對不對 這是你 不管你的模型假設對不對 我就硬做 反正我也可以做 資料來我就去FIT 配飾一個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那所以 以這個觀點來講 這個資料 對這個模型所不能解釋部分 就變得很大了 這麼大 這麼大 對不對 同意嗎 直覺上 是這個意思 模式的指定錯誤 也會有可能造成你的Sigma平方變大 好同學 那Sigma平方 是 模型之下 那個 勢必伴隨的產物 我希望它越小越好 但是通常我做不了什麼事情 因為資料來的時候 這個Sigma平方 資料來了 模型定了 差不多Sigma平方就固定 代表說 你在這個資料之下 你使用這個模型 所不能解釋的部分 就定下來了 好 那這三個因素裡面 基本上 一跟二都是動不了的 統計學家無能為力 統計學家無能為力 就是那是資料收集 跟設計的階段 那個醫生當初在做研究的時候 他 收集資料的細心程度啊 影響到這個量測物差 他到底有沒有收集到 足夠多正確的 重要的解釋變數 在他的研究裡面 這我們動不了 我們動不了 但是我們可以 試圖改變的是第三個 試圖做一個正確的模型 那當然怎麼樣做正確的模型 我沒辦法教你 這也沒有正確答案 那你只能透過經驗 透過這個資料的本身的呈現 就是畫scatterplot 或是透過一些模式檢定的方式 等等的東西 這需要經驗 來幫助你做一個 比較正確的模型 做到正確的模型 Sigma平方會變小 所以我們大概能處理的 統計學家大概是在這裡 第三個 所以整個回歸模型的建立 就到這裡結束 資料、模式、參數的意義 它到底在有什麼意思 是一種詞